大家好,我是Dreamy21 上兩集為大家介紹了兩位日本隊的運動員 今集就到一位中國隊的運動員 近十年中國隊可以完全稱霸了冰冰球坦 出了好多好多位好的球員 例如有范振東、張繼科、馬龍等等 他們全部都是橫班兩秒匯圈的運動員 想想想有些奇怪,中學隊自七八十年代起 都是以直版快攻打法為主 這些打法的運動員都去了哪裡呢? 今天為大家介紹 可能是中國最後一位好的中籍運動員 許欣 許欣在1990年出生,她很快就出了成績 在2006年她已經入了國家一隊 還要在2007年她在這個國家隊大循環中 奪得一個去世兵賽的門票 真的很年輕的時候 她初時用的球板是Yasaka的YEO 今天我所介紹的球板是她簽約Sticker之後 所用的球板 現在開始講了 第一支也是最特別的一支 就是這支Sticker的Rosewood 5 大家都看到她的版型是很奇怪的 和一個繁鏟基本上沒有分別 為什麼會有這個版型出現呢? 因為許欣其實是一個很高的運動員 有1.81米 手很大 當她拿著一塊板的時候 如果要橫打 她剩下前面的位置就會很少 有件及此 Sticker就為她度身訂做了這個 頭大後小的版型 令她的橫打可以多些地方發揮 這個版型更長了平常的版本 這支我是在一些特別渠道找的 市場上沒有得買的 價錢很難看 但是買了之後絕對沒有後悔 為什麼呢? 因為她是一支很稀有 很珍貴 而且很值得收藏球版來的 現在都很難看見的 那Rosewood 5 除了市場版 還有這個版本 這個版本有什麼特別呢? 除了覺得她的木紋很漂亮之外 其實她的特別之處就是這個 她用火刃印了Sticker Special 在這裡 早年有一個國內的器材商 拿了這些球板來賣 賣一個很高的價錢 她聲稱這些球板是來自國家隊的 其實她是吹水的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就是因為 其實這些Sticker Special球板 是某個國家的代理 直接在Sticker上訂 是她的國家的特別版 而不是什麼國家隊的特別版 只不過是一些平常可以買到的東西 那... 無論如何都好 這個版本的質量確實比普通的版本好很多 也值得去收藏 但是如果去到她當年買的那一架 就確實有點過份了 那...如果妳現在看到 這種Sticker Special的 都是一個值得收藏 的球板來的 那...兩支平牌給大家看看 就可以對比到 這一支的版型 是不是很奇怪呢? 那...對了... 現在她出了Cyber Shape 當年又不用這支來出 我覺得有點奇怪 這支如果出的話應該蠻好賣 那...好了...過了一陣了 許欣就換了球板 就是這支 Intensity 那...之前都說過 許欣是... 之前是用這個YEO的嘛 這支Intensity的結構是跟YEO極之相似的 都是胡同木面啦 雲纏啦 跟ILC大森啦 那...不知是否許欣對她的念念不忘 所以...Sticker也要做一支給她用一下 那...許欣用這支球板呢 用了稍長時間的 我這支呢 就是我國內的朋友寄給我的啦 應該都是一支... 不是特別渠道找到的東西啦 所以雲纏是很漂亮的 那...國內版呢 就會有一個...防禦碼啦 在這裏啦 那...這種版本呢 這種球板呢 除了市場版本之外呢 還有這個版本啦 又是這個Sticker Special版本 那...大家看到啦 兩支球板的運纏都是很漂亮的 那...這支的木面呢 更漂亮一點 那...質量... 無可置疑的啦 所以大家如果有機會找到 可以收一支的 因為真的... 產量很少 亦都...很值得收藏 那...好啦...過了一陣啦 Sticker呢... 終於幫許欣呢 就出了一支 以她命名頭版啦 就是這支 許欣 那...這個呢 就是一個... 舊的日版的盒呢 很漂亮啦 壓花 壓了一些竹紋在上面的 真是一個很漂亮的盒來的 那...拿一支球板出來先啦 那...這支球板 有了許欣的... 形象在這裡啦 那...最緊要啦 許欣因為左手運動員嘛 那...標就是... 被左手用的啦 右手是不適合的 會反轉了的 那...這種球板呢 就有三個地區可以買的 就是... 中國啦...韓國啦...和日本 全部都是限量版來的 那...中國的量就大一點啦 那...最少的呢 就是...日版啦 日版啦 日版當年呢只出了99支而已 那麼日版呢 就會寫著當年 日本的... 代理U字啦 和JCDA的人啦 那... 那...當時呢 這支球板呢 都有不少給國內的朋友買了去啦 但是可能他們因為不知道 它限量那麼少啊 所以呢 他們用完之後 都以一個很便宜的價錢買出去 那... 只可以說他們是酒保啦 那... 那...講一講 許欣的簽名啦 因為你們都看到很多 我都簽了名啦 那...2009年呢 大家都可能記得啦 香港舉辦了 東亞運 那...許欣啦 王浩啦 張繼科等運動員呢 都下來比賽啦 那我就去場館裡 打算找... 許欣簽名啦 那我見到他 許欣可不可以簽個名啊 然後他說 可以 但是呢 就要比賽完之後先 因為呢 他比賽前要集中精神 那好啦 我等啦 比賽完啦 然後我就... 很開心地衝出去 許欣簽名啦 那...當時呢 他就有很多人圍著他 因為他的名氣已經很大了 那...我... 對了出去很久 等了很久 都沒有幫我簽的 可能當時那個人有點尷尬啦 那...就有一個人 衝出來 幫我解位啦 那個呢 就是... 張繼科 張繼科手摺了一塊板 幫我簽了他 然後呢 就給我 那...我那天呢 就很滿足地 拿著張繼科的簽名 就沒有再拿許欣的簽名啦 但當時呢 張繼科的名氣呢 是遠不及這個... 許欣的 那... 那...時間過了去啦 張繼科大家有目共睹啦 他的成就 真是...大到不得了 那...這個簽名呢 其實真的... 很幸運喔 他成為了一個很好的紀念品 和寶物其中一件 原來呢 張繼科當年 因為他沒有什麼人幫他簽名 那個簽名是很少人拿到的 而那個簽名呢 跟現在的簽名呢 是不同樣的 所以呢 那個簽名呢 的珍貴度是非常之高 那...之後我會在... 介紹張繼科球版的時候呢 和大家介紹過簽名的 那... 我可能我這些就叫一磨得覆啦 那... 好了...講完這支啦 那...到了... 40mm球的年代過去啦 那... 那... 許恩球版 就進入了炭的年代啦 那這支呢 是初期的歐版來的 很難買的那時候貨很少啊 都是要搶回來的 我是幸運才買到 那...現在歐版的盒呢 應該是黑色的 以我記得 那...這支 這支... 又是... 左手錶啦 不...這支是... 對... 左手錶啦 右手就調轉了啦 左手就正常啦 那...這支球版呢 就... 我找了許恩簽名啦 那... 簽完之後 好後附用了金色筆 那... 我這麼近 都是看不到的 何況你們這麼遠 對啦 這支球版... 都... OK的 質量很好 初初第一版的時候 那這支... 炭版呢 那時候很難買啦 但是有一個版本呢 很多貨啊 貨量很大啊 它就是日版啦 可能當時日版便宜啦 那價錢還要便宜啦 那日版呢 這個是... 初時日版的... 包裝啦 比起之前有代理的時候 因為現在... 日本... 是它自己做的 那個... 盒呢 是很差的 是不合位的 突出來的 不停地突出來 那... 對啦 這個版本呢 就... 絕了版啦 但是現在還可以買 那... 打一會跟大家解釋 為什麼日版又絕版又可以買啦 那我就買了兩支啦 現在都後悔買得這麼少啦 因為早一陣子呢 因為它... 絕版啦 所以變成炒價 炒得很貴啊 那... 就買了兩支啦 都是... 中籍來的 但是... 有少少不同啊 有什麼不同呢 就在一個手柄裡了 這種是細柄 叫Pen Ace 這種呢 正常柄 那Pen Ace的球板呢 其實是中國啦 和日本呢 都是有的型號來的 那Pen Ace 為什麼會出現呢 就是呢 譬如... 有些好像我這些 不是那麼高大的人啦 打球 隻手又不是那麼大 那如果拿這些Pen Ace的球板呢 就... 剛剛好啦 那... 如果拿正常Pen呢 就略嫌它... 是粗了一點的 但是呢... 這個很貼心啦 但是呢 都好像銷量一般 所以呢 都... 對啦 那... 都找了去恩簽名啦 都是看不到啦 你們這麼遠 那好啦 為什麼剛才說 日版又還有得賣呢 這樣啦 現在日版呢 就變了這個 豪華版來的 那... 上面呢 就有CN這個字 那為什麼會有CN CN的代表呢 這個字呢 就因為呢 其實這支呢 是一支 去了中國 之後再去日本扔印 扔JT的印的版本來的 那現在只剩下這個版本的啦 之前的版本就沒有了 那... 開給大家看看 那裡面有一本 那... 那這些... 這本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因為沒有開過 可能是寶仔啊 寫著許恩那樣啦 那裡面就有... 是... 掉了出來的 一支板 一波波 和一個鎖匙扣的 那... 怎麼看到它是一個 中國的... 然後去扔印的球板呢 我們看到啦 這裡有一個防禦碼啦 中國才有的防禦碼 然後這邊JTDA 那... 都是左手 左手錶來的 這個版本貴了很多 我也是喜歡之前那個 因為... 其實這些盒呢... 這麼大過呢... 很難收藏 和很難製 那好了... 連續講了這麼多支 那... 許恩的球板呢 就剩下最後一支了 就是這支了 去年的限量版 許恩金錶 這個呢... 就真是... 國內限量 和日本限量兩個地方有 日本的限量出得很少 100支 那... 那... 就一個直向的 那... 有球板一支啦 一個PIN 一個章 還有一個水晶座啦 按拿出來給大家看看 這支我都沒什麼拿出來 好啦... 那... 跟之前講一樣啦 有一個防禦碼啦 國內的 還有一個JTA印啦 面的printing不同了 變成藍色 就金錶 那... 這支剛才都說啦 是炒價炒得很厲害啦 那...大家如果想要的話 我想都... 等一等吧 看看價錢會不會回落啦 但是... 回落的機會都很小的啦 都沒有... 都沒有必要盲追他這個... 這支板的啦 其實... 是啊... 那... 好啦... 許恩的球板呢 今天就講到差不多啦 那... 許恩在2021年 就成為了亞洲兵聯的 副主席啦 是歷年來最年輕的那個啦 那...看來他都應該快退休啦 那... 看看他跟著... 球員的生涯 還有什麼... 好的... 表現 那... 今天就這麼多啦 記住大家... subscribe... like... share... 和留言給我 有什麼想問 下集呢 我就會講一支 我很喜歡的球板 很特別的 但不是什麼限量版來的 大家記住收看啦 節目就這麼多啦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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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